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北航大学的体育馆 然后我感觉我现在离那个地方很近 然后我感觉它已经在吸引我了 今天正好是赶上载人航天的立项日 然后我觉得跟这个课堂能恰巧凑在一起 也是令我很激动 我觉得 昨天晚上我查了一些就是 这次神舟16号上天的这些宇航员 我觉得他们每个都很有特色 他们三你最喜欢谁 我觉得还是贵海潮 因为我觉得贵海潮首先离我们很近 从一个小的县一直考到北航大学 他一路上花费了很多的努力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他是如何从一个奇迹无名的一个普通人 变到一个可以为祖国争光一位这么伟大的航天员 这个是天工课堂的科普教育活动的票 这个是天工课堂的科普教育活动的票 来吧 来吧 老师控制得很好啊 好 老师接球 再见 再见 我现在要去找贵海潮老师学生去讨教讨教 他上课给你们上课的时候会不会对您的要求很严啊 我觉得他平时上课的话应该不是那种特别严厉型的老师 他应该也是讲课是比较 氛围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肯定就是大学生的课嘛 肯定会是比较难的 前段时间可能还收到过就是贵老师的语音 天地的通话 但是是不开放给我们的 我们得通过就是其他老师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转达 过程虽然比较曲折但还是可以联系上的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和贵海潮老师面对面的见面 虽然不是面对面 但是也是能见到在现场地面课堂见到这些航天员 我其实内心也挺自豪的 延迟还好 中国就是科技还是很发达的在太空上 基本上没有延迟的跟我们对话 宇宙上和太空上是未知的 我以后就是会努力学习 然后进行一些对未知的探索 FM